蜜带无公母问题 最近好多宝宝问我 家里的蜜宝肚子上的毛球是什么? 这是宫蜜独有的蛋蛋 特别宝贝以为是毛粘住了要给剪掉 可别私自乱开刀啊 剪掉就成公公了 还有PP处经常出来的红色条状物体 那是宫蜜的作案工具红色两条软软的 可别乱整啊宝贝们 依次饥荡粥就排尿 导遍导尿的原理就在这 下边给你们看看母蜜有什么不同 母蜜肚子上有个育儿带口 这是幼崽的栖息地 幼崽出生后要在育儿带里70天左右 看了这期作品以后 区分公母是不是觉得简单多了 你不能是这样来说